大家好 吳早晨 我是燈圖 我是七成 我們今天會講一講 接下來的奧斯卡提名名單 今年也有很多熱門戲 都好像勢軍力敵 七成你自己有什麼心意 我就想講一下羅馬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很大機會 拿技術掌學和電影和導演都有機會 我覺得他是一個 用一個很個人的角度 可以看到一些很 以小觀大 但他大又不是好像要做一個史詩式的事 就好像一個人到了中年 想起自己小時候 有些人和事情 有些事情很不明白 到了中年明白了 再回望一下究竟是什麼 但他又沒有一個很想說 要告訴他那個時代的墨西哥 是很宏大的一個史觀 就是一個很個人的出發 再重溫一次對自己有意義的事情 以及對他好朋友 包括對他好的傭人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艾芳索阿朗 就是一個香港觀眾應該很熟悉的導演戲 因為他拍過一套很Commercial的戲 引力邊緣 有很多主題中 在引力邊緣早期的戲已經說了 譬如生育 其實是一個子宮回歸的主題 但在今次羅馬裏 其實是一套很特別的戲 因為這套戲 我挺肯定 今次是最佳奧斯卡外語片題名 一定在裡面 狼中物 一定贏 我們先說明 一定贏 這麼厲害 我先說 如果不贏 就選擇 但其實這套戲是一套黑白片 是 而且他拍的時候 也刻意 我覺得挺有吉士的 一件事 就是他保留了這套戲裡面多國的謊言 除了墨西哥話 還有西班牙話 還有一些鄉下話 還有一些英文 所以這套戲 當時阿朗自己想想 這套是一套很Commercial的戲 所以他選擇了一個收費平台裏做release 但結果其實拿了很多不同的獎 所以這個我也同意七成說 就是無論最佳電影 最佳導演 似乎有一些技術獎 例如最佳攝影 都應該會是狼中物 這個導演出了名是長鏡頭 但他這一次就不太賣籠 我覺得有些鏡頭才覺得 原來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還有我覺得有機會說 要去戲院看 因為黑白的攝影 雖然我們知道是Digital製作出來的 它的調色和它的顏色 構圖 即是黑白灰的技巧 我覺得很仔細 有很多東西要在大人幕才看得到 沒錯 我自己也希望是她的女主角 很難讀 Yatissa Apatio 這個女演員 希望她能入得到 因為奧斯卡始終只有五個名單 這個也困難一點 不是出名的演員 困難一點 Best Picture裡面還有些什麼 我們可以說一下 差不多已經在最佳電影的名單出現 因為奧斯卡有十套 我猜有三套都可以名一名 一套是綠寶、淚友 沒錯 Green Book 波熙、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 另一套應該是為父不仁 這三套差不多已經是大熱之中的大熱 你有沒有心碎 想說一下綠寶、旅遊 我覺得在奧斯卡裡面很便宜 因為她由奧斯卡傳統以來 最受歡迎電影的質地 她在說一種很大愛、包容、反歧視、維權 種族融和 對 對 對 我自己想看一看 雖然我未看《為父不仁》 我想你也未看 沒看 香港未有看 WISE 因為她是改編一個真實人物 前副總統徹尼的事跡 但這套戲也說明不是好事 即是講徹尼的壞事 是為父不仁 聽過名字也知道 她是副總統的副 是的 所以這套戲 Cristian Bell 男主角 亦是用她尋常的方法演技 曾肥也不認得 這個真是租了自己很多次 所以這套演員 不是現在Mathic Actor的表表者 新一代Mathic Actor是Leader 其實她是一套典型的人物傳記片 但也是一套Propaganda 不過是唱衰人 唱衰一些對家 另一方面 也有奧斯卡所喜歡的元素 人物傳記 其實是這幾年 特別是這十年 開始是電腦特技片 成為主流後 人物傳記片就是奧斯卡的主流 因為已經沒有了 所有非人的東西 那邊已經弄完了 唯有回歸一些比較人味重的戲 所以今年會有一個很強的對手 就是波希米亞狂想曲 沒錯 也是一個類似人物傳記的電影 但男主角真的做得上神級的演繹 沒錯 波希米亞狂想曲 《搖滾傳說》是關於Queen樂隊的主任 已經過世的 Thirdy Mercury 我想是她人生中一個喜樂的片段 還有最後二十分鐘是人人蹤蹤下道 神還原一個Live Ace 即是一個真實的國際籌款演唱會 國際籌款演唱會的一個片段 男主角其實 所以他們兩個在金球獎 已經先下了一成 對 Ramy Malek 雷米馬里克已經在金球 拿了最佳男演員 而力的對手就是Christian Bell 也在金球獎取得最佳男演員 所以這兩個都沒有什麼走計